受到火災影響的花園街相反代表 在旺角花園街市政大樓 和食環署开会 导乱改善排档的管理 食環署在会后表示 会寻求办法解决排档的消防问题 并考虑排档招航晚策的方案 但就要修订花園街 摊档的发牌条款 就着今次的事件 我们是有需要加强 我们的消防安全方面的措施 我们是会和相关的部门 包括消防署 是大家去商量 一些切实的方法 去改善消防安全方面 会有一个持续性去巡查 现时我们是日头会去 晚上也会去巡查 就着一些区域方面 大港九新界社团联合会就说 花園街自从在去年发生三级火候 大部分的排档都有遵守规例 保留适当距离和空间 但就反对消防晚策 有谈的 他都有咨询我们的意见 但是我们是有保留 应该说我们都是反对的 但是如果市民大众 或者大家政府方面觉得 可行 必定要执行 我们无奈 只可以这么说 无奈的 因为我们的排档 我们的排主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甚至九十岁都有的 如果做这个动作是做不到的 他又认为 今次的惨剧 不可以将责任 全部归交去排档相反 他说大厦走火通道的设计 也都有问题 香港欢频电视记者 郑汉城报导 久不见了 我们继续 我们的看完 again